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0年8月9日,星期日又在拍影片和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美元指數,可能對其他市場的走勢也有點啟示 看看美元指數,這是貴線圖,已經在這些低位升了8季 8季是一個轉折數,8季會否調整2季就會調整完呢? 看上去就不太遲 看上去MACD方面,如果是這樣的話,就像是MACD線有機會落到紅區 如果是長線一點,美元指數應該還未跌完 今季,即是9月尾之前,即是10月前 它似乎還要看下再有低位,因為它今季還未跌到一些MA 它要跌穿一些MA,才有機會做一做今季的底 看到它還未跌到貴線圖的89MA和34MA 即是比較大的支持率是91.2-91.6MA 上星期就有一點反彈,就是因為月線圖的89MA 做了一個短線有一個反彈 但這個反彈可能是比較短線的 看到它最多可能是今個月,最多可能升到94個多 那些位置 也有機會被充滿3MA 也有機會被充滿3MA 有機會是這樣的 暫時看到它跌了5個月 如果看看季線圖 季線圖升了8個八季 才可以把色路線拉低 因為現在的MACD線也要把色路線拉低 即是如果再下一個位置 即是如果再下一個位置 應該下一個位置是88 那些位置 即是這條月線圖144MA 到時可能是89 都不停 即是這條月線圖 即是周線圖 即是610MA 都不停 即是這些位置 周線圖 沒有站在3MA 沒有站在5MA 就很難說它完成了這個調整 暫時來說 周線圖是5MA 周線圖是5MA 在377MA下面也有支持 但如果它繼續受制這個3MA 即是下個星期 如果反彈 它在3MA上面也會被沽下去 有機會下個星期 可能會收到這個 周線圖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可能會是 開始下個星期 下一條MA 即是黃金 應該短線有一點回徒 先 但是今季 應該也可能再有高位 黃金 因為今季 金季的美元 似乎還未見底 即是黃金 似乎也有機會回徒 之後再破頂 看看黃金的支持位 大概是哪些位 上個星期 因為美元也有少少支持 所以反彈了少少之後 黃金也是 去到一些黃金比例位 做了一個回徒 回徒回到日線的3MA 所以下一日 未必會收到3MA 但也可能會收到5MA 要留意5MA 如果碰到5MA 或跌穿 應該是有支持 2013 即是下個星期跌穿2013 有機會在下面有支持 所以還是會收到黃金 看看 道指的月線圖 看見道指的月線圖 看見道指的月線圖 似乎在這裡的 的記憶圖在收縮 即是說似乎 那個的 上升的動力還是有的 看見它已經是 第五隻羊竹 似乎是要升穿 第五隻羊竹 似乎是要升穿 2個月前的高位 看見 就是這個位置 也要留意周線圖 就已經升了 第20個星期 如果用這個位數 就是第19個星期 但如果用收市的最低位 周線圖 如果用這隻竹數 就會到達20 要小心一點 這個位置 其實升穿的機會都大 即是這裡是 8個星期前 這個高位 升穿的機會都大 因為它現在是 去周線的21轉折 會做這21個星期的頂 就要留意 看看會不會升穿 之後 看看它的短線的移動 移動支持 有沒有跌穿 如果跌穿的話 就會開始有些回途 看到它的 MACD線 距離Histogram 也有一段距離 所以不排除它還可以繼續上 因為美元指數 也比較弱勢 所以股市方面也有機會繼續支持 即是說 如果用最低位數 下星期會是第20週 下星期才是第21週 所以 似乎 有可能升得比較多 因為通常到這些時間周期 有可能是盡量做拉升 有機會是今天 所以也要留意它是 會不會升得比較 有可能會不會升幅比較大 會不會有升幅比較大 美股方面 其實那個 隱憂就是 納斯打指數 看到它的連線圖是非常長 陽足是非常長 那會不會說 會不會更長呢 或者如果這麼長的時候 會不會說 有一個 孤圖會縮下來 這個就是問題 所以 要留意它的 移動支持 有沒有跌穿 如果下星期會再升幅 看到它是擴張了 所以其實有力 可以再升幅 有機會是可以再破頂 破頂之後就要留意 會不會跌穿這個位置 就一級一級上 如果破頂之後 跌穿這個位置 就要留意 如果破頂之後 跌穿這個位置 就要小心 因為 它已經看到 Histogram 是看到 0以上的部分 看到紅色的部分 這些位置 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 它看到紅色的部分 之後 有機會 下降 有機會 沒有看到 之前 似乎是可以 上升動力 但它看到 之後 就要 轉向的機會 大了一點 當然 它是比較 覺得 它是能夠 升穿這個頂 就是怕它會升穿這個頂 之後 就可能會有 沽滑 看看恆生指數的半年線 看到它的半年線 就是這條半年線 就是這條半年線 它是 受制了 比較上面的 8MA 即27000的位置 它是受制住的 它很難說 縮下來之後 很難說 不站穿某些MA 情況下 又上升 就比較少見 所以看到下面 有條MA 是那條 21MA 即是它似乎 就算要是 反彈上去 它也 即是要跌穿 24000的位置 應該是 21MA 那它是 上半年 最低是 支援34MA 支援34MA 然後就有力 反彈上去 反彈上去 8MA 現在 手制8MA 又會下降 下面 究竟下降到 21MA 有支持 還是會直下 又再試 那條 34MA 這個也比較難說 這個也比較難說 但是 暫時 暫時 就這樣看 這個圖 像是 會跌穿 一下 那個 像是要跌穿 一下 24000的位置 所以就要留意 就是 短線 反彈 如果短線 也是 反彈 最終 可能是 下半年 因為這個 半年 下半年 也要跌穿 24000的位置 才可以上去 看看 小時圖 這裏 就是 要留意 就是 它 反彈 時 會到哪些位置 因為 下半年 也要跌穿 一下 24000的位置 小時圖 這裏 這些 音竹 直接地跌穿 這條 55MA 以及 這條 377MA 其實 比較大的 阻力位 應該是 這些 MA 下個星期 要反彈 應該是 反彈到 24700 那些位置 應該是 24700 應該有 24700 應該有 24700 或者 24800 那些位置 要小心 看看 會不會被 沽 下去 看看 IG 走勢 看到 日線 恒指 看到 這個 STC 死叉所做出來的 阻力位 看到 一浪比一浪低 看到 這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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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又做了一個頂 是 一浪比一浪低 所以 走勢 還未能突破 兩上 現在 就算要下 也好 通常會反彈一半 留意一下 黃金比例 因為 要下的話 通常都會反彈完 然後反彈 通常是0.5 0.618 左右 所以 下星期要下 可能 也要 反彈一半 大概 可以 知道下星期 去到哪些位置 比較看淡 看到 0.5是24700 0.618 是24800 那些位置 下星期 似乎 有機會反彈上去 下星期 去到哪些地方 如果 那些村移動支持 如果 平, 黑森 就算不住 下星期 走勢 就會有機會 這樣 就要留意 這點 就要留意 短線 看見 下方保持 不停 封鍵 4小時 class 610MA 至少只能短線反彈,例如似乎似乎的逃動政策寶寶, 他純粹是有支持的,但他純粹是有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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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要看看他的反應在50%至61.8%,究竟是否跌穿過移動支持? 他純粹是否跌穿過移動支持? 根據剛才的軟件,他純粹是24.4% 其實距離24.4%也不是很遠 他純粹是否跌穿過移動支持? 因為浪與浪之間,很多時候都會有比例上的關係 他純粹是一個ABC的反彈 他純粹的比例也做得很好 看見是1比1的比例 他純粹是一個ABC的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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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純粹是一個C ABC的反彈 因為ABC的反彈 也比較長 所以C的反彈 未必會這麼短 既然他純粹是1比1的比例 即是ABC的反彈 即是ABC的反彈 也有黃金的反彈 我們可以去看看 這裡看見是A的結束和B的結束 暫時站在0.5的位置 暫時站在0.5的位置 站穩這個位置 似乎會做一做 下星期初的反彈 這些位置通常不是A和C的比例 A和C一般最少是1比0.618 當然不排除它可以去到1比1 或者1比0.764也不定 但是當然暫時先看0.618 即是23923 23923 那些位置 因為很少會去到0.5的位置 也不太遲 純粹在這裡站到 也可能是做一做這裡的反彈 之後再下 再下 再下當然要去到0.618 就要看一看它的反彈 看看短線 例如一分鐘圖會不會升穿移動 可以用B浪的最高點量度一下 即是這個位置 如果用這個位置 它看到有兩個比例 這個還未到 24,100 就不太像 因為剛剛那個軟件 東方財庫似乎要跌穿24,000 即是有可能去到235 23591這個位置 主要看兩個位置 就是剛剛的 23591 和剛剛那個 23923 這兩個位置 都是 24,000以下的位置 剛剛說到這裡可能是一個A 然後這裡是一個B 然後現在是行C 這個是其中一個看法 另一個看法就是 就是按摩 按摩 上段片段的 W,S,Y,S 然後在做Z 因為Z也有機會跟Y有關係 所以現在可以跟Y比較一下 1比1是23729 就要留意一下會不會是23729 這樣就完結了 也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用W浪和Z浪的比較 大概是23923 看看這個日線圖 之前在STC上看到是超過散 超過散後就有反彈 看到它的反彈也比較明顯 在STC上顯示是比較明顯 都上升到50多,60多,70多 即是比前面的位置高 但是它的指數上高不過 即是它上面的阻力也比較大 也沒有突破一浪比一浪低的格局 也仍然在走一浪比一浪低 所以在這些位置 留意了一個頂背池 它的STC也沒有回到超過散 在下方才有機會是轉向 所以要留意下個星期 暫時看 像是先反彈後跌的走勢 先說一下周線圖 MACD的走勢 它現在正在收縮 它正在收縮 它正在收縮 它在收縮的時候 配合STC的死叉 比較淡 會不會收縮 突然間又在這些位置 很視乎它是什麼浪 如果在這裡做到金叉 也有機會擴張 即是像前面這些位置 前面這些位置 它在這裡做金叉之後 好像在這些位置上收縮 但是它做了金叉之後 它上面 看到是可以上去的 即是可以在水線上 所以現在這些位置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這樣 如果在這裡做到金叉 可以收縮之後再上 而沒有需要做死叉 這位置也未必會見到紅 但這位置是好看它究竟是走什麼浪 而我是不知道它是走什麼浪 所以我不能夠100%知道它是什麼浪 所以這些位置會不會像這些位置 越來越縮越縮越縮得少 那綠色越來越少 就會轉紅色 轉紅色的時候 就會有一陣的急跌 即是到這些位置 它可以走兩邊都可以 純粹用這個 Histo 是否很難判斷 對 如果用剛剛東方財庫的元件 似乎是要去24000以下的位置 如果用IG的周線圖來看 下面是沒有MA的 下面只剩下1條610MA的周線圖 這條MA在23300的位置 大概是23300 如果它一直都沒有站在周線的3MA以上收市 如果它不停收市 周線的3MA 其實它最終應該可以拿到這條MA 要留意 到時的Histogram 可能會縮得比較少 縮到接近 接近出紅色的那塊 到時的STC 可能快慢線也會超過 去到那些地方 就有機會金叉 那能否做金叉 當然要視乎日線 到時的日線 會不會站穩 例如5MA 或者短線 有沒有升穿一些移動 移動阻力 才判斷 即是暫時來看 小時圖 這些位置比較難先穿 因為上面有些MA 曾經跌穿過 這些陰竹跌穿過 比較難收到在上面 下星期最多都是反彈這些MA 所以要留意小時圖的MA 這些位置也是 頂位全部都是受制一些MA 這些MA就要很留意 碰到時有機會轉向 所以有機會反彈 所以有機會反彈 明天的走勢 有機會反彈 反彈上去之後 水線就會下降 行指 大概說到這裏 看看上陣指數 上陣指數 5小時圖 是超賣區 看到超賣區 看到超賣區 以及前面的STC 現在也是超賣區 上去超賣區 所以這裏是超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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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是超賣區 就是這裏有個A B C的走勢 就是這裏是超賣區 即是說 如果這裏是超賣區 還未能再會再重新 在1比1比例上 這裏是超賣區 即是曾經站過大 又再跌穿 即是不太能夠穩 這裏有機會下回 1比0.8的位置 即是這裏有機會試回 那裏是超賣區 再看反彈 暫時來說 這裏有機會是A B C 又再下 這樣也不定 因為這裏是超賣區 暫時來說 它又收回1比1比例下面 這些位置 加上它超賣區 也超賣區 看來似乎要先下回到下面 所以上陣指數暫時 如果它還未能站得上 1比1比例 如果5小石圖還未能站得上 1比1比例 似乎很難繼續上 有機會先調整一下 看看現貨圖 行指 上一天 即星期五 跌穿了底 然後收回 似乎下面短線 下面支持比較大 因為收市價 高於這裏 跌穿低 但收市價高於這裏 下方的收市價 有機會低開 在這裏 在這裏 89ma附近 在下面也好 也似乎要點一下 即是要經過一下 跌穿一下 即是要跌穿一下 即是高開 在這裏 也會點一下 有支持 反彈上去 有機會是3ma 3ma 暫時是24800多 反彈上去 試試3ma 因為上一天也沒有站穿 所以上去3ma 以上會被沽下去 可能是低開 蛋糕再低收 有機會是這樣的走勢 明天就會是 這點要留意 即是說 周線圖方面 就是 因為上幾個星期 他都不停受制 3ma和5ma 看到全都反彈到5ma 又被沽下去 收回到3ma 即是下個星期 即明天 也會反彈上去 可能最多是 8ma 5ma 即是24900多 下個星期 最多是上去24900多 或者是高一點 所以 可能最多是上去24900多 就應該會被沽下去 當然要看一分鐘的移動 支持有沒有跌穿 看看黃金走勢 看到日線圖 拿回日線圖的12浪 看到是12 現在到達2.618的比例 所以有機會是3浪 所以有機會是3浪 這個有機會是3浪 如果要做4浪 有機會是調整 即是暫時 如果他站不到在2071上面 即是如果他稍後站到2.618上面 他有機會去過3.618 否則就算他升穿也好 他也應該會被沽下去 因為他暫時未能站穩 這個比例 可以去一下 看看3.618的位置 看到是2264 即是如果他稍後站穩 到2071 這個日線圖 日線圖站穩到2071 就有機會是逐點去試 那個2264 這點就要留意 這點就要留意 但如果站不穩 有機會是逐點去 就算彈高一點 有機會是在走1 2 3 原來是在走4浪 4浪一般會是調整 3浪的 0.382 或者是至少20% 所以可以量多一下 如果他沒有站穩 2075 或是 2071 以上 日線的情況下 可能會出現 4浪調整 這個4浪調整大概可以 回到1973 甚至是1880 甚至是1880 這些位置都不定 可能是回到這些位置 之後 又再出一個5浪 或者回到這些位置 又會破定 出一個5浪 或者是 他去不到這些位置 的情況下 就被穩回這個位置 有機會是三浪還未完 因為如果三浪完了 他會回到至少20% 再完成 再上 如果他的回調不去到20% 有可能只不過是這裡 可能是1,2,3,4,5 可能這個位置開始的1,2浪 對應三浪還未完 可能三浪是剛剛 3.618的位置 才完 所以要留意 他會不會 現在出一個4浪 5浪 然後回到 還是在這些位置 又會站上去 繼續回到三浪 再走4浪 5浪 黃金 又說到這裡 今天這段影片也拍得比較長 就說到這裡 喜歡的可以給我一個讚 還沒訂閱 Youtube可以訂閱 也可以分享給朋友看 對 也可以考慮 加入Youtube的會員 或者Patreon的會員 我們 星期一再見 拜拜